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会很害怕不知道走到哪里会遇到他 拿出手机里头一堆简讯截图 诚信男子说要帮佩芬走出初恋的伤痛 甚至四处自称是谢佩芬男友 还说在电台遇到佩芬陪他下节目 更要身边的人多包容他 就连谢佩芬上广播节目 诚信男子以朋友身份提前到场赌人 夸张行径让谢佩芬无法忍受 我结束之后发现他在门口等我 那我问他为什么在那 他说他刚好路过 一个办公大楼的17楼 基本上是不可能路过的 那在下一次更夸张 他都还在外面徘徊还不肯走 那我跟另外一位主持人 就只好躲在录音室里面 就是多等了差不多二十几分钟 离这小拼头 他就是被指控骚扰的诚信男子 任职于致县基金会 他今年1月立委选战结束之后 以致县基金会邀他进驻帮忙 谢佩芬为由勾勾笛 频繁出现在谢佩芬的公开行程 甚至还骚扰周边有人 致电被指扣 陈信男子尚未取得回应 长达三个月骚扰行径 让谢佩芬决定再也不忍出面揭露 要丁少郎知难而退 三连熊拍就好吗 热魂特别报道